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芒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bc 你好我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才是真的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大家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静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 今节我们就讲讲一个很有志的故事 居然有台媒就希望 这个大陆武统时 希望印度出兵帮助美国一起去抗中我 这件事真是想都不用想 结果连美国的专家都说 他怎么会帮我们 最多只能做什么呢 原来美国是白宫高层安全官员 曾经现在他没有做的 现在就是一个知名智库的专家叫Lisa Curtis 柯蒂斯 原来他就说最近在印度参加论坛时就说 有台湾的媒体 甚至政治人物 就希望在台海发生冲突时 印度会出兵 但是呢 他就说印度不太可能会出兵 最多只是外交层面上的声援 或者是借出印度洋倒序 作为后勤的支援 即是连出舰艇 唯一唯中国他都不会借个岛出来 即是什么都不做了 其实我觉得借个岛都不会的 其实最有可能的 可能就是外交上 发声明 你这样不行的 不可以这样 我维持台海 你不要忘记 中国和印度 依然是有很长的边界 也都是有领土的争议 当然中国如果是有台海战争的话 要没有痛的话 那你说是否分身有下呢 其实也可能分身不下 但是 你也知道一样的就是 如果和邻国关系搞得太差 也是麻烦的 你不要忘记 印度还有第二个邻国 叫巴基斯坦 这个印度的报纸就说 其实 这个美国专家说的 基本属实 即是说 不是 我们一定是出兵 到了这些关键时 印度就很无实 大家知道他一向都是 计算相当正确的 正确的 他肯定计算过 出兵 不是吧 我印度洋 你在太平洋啊老板 看看这个Kurtis 亦都是 被主持问到 现在美印关系前景如何 他就说 美印两个国家在一些事务上看法 未必是相同 我想是只买俄油的那些东西 但是前景基本乐观的 他也说中国在南海 和 中印边境的武力抗张 其实这个是他说的 我引述的 逐渐将印度、越南、菲律宾等等国家推向美国阵营 其实越南 你说推向美国阵营 这个是不准确的 越南之后也有和中国 继续合作 而且还说是兄弟 当然 印度 他就很精 推向什么阵营都好 他只是推向自己有利的阵营 而美国 亦都是 协助这些国家捍卫自己 他也提到万一 如果大陆真的要武统 美国可能就会帮 台湾的 你不要忘记 你说帮台湾 美国帮台湾多少你都没确定 是 是吗 你还叫印度出兵 哪有可能 当然他就很搞笑 他说 不过我们美国人对印度的期望很务实 即是没有什么期望 这个就会比 说得很稳和 很稳和 务实即是没有期望 他说话就和台湾那种激进不同 Kurtis也说 可能有些不熟悉印度的 官员 尤其是一些自主外交政策的美国官员 认为印度会派 军兰去帮助美国 去抗衷 甚至会在台海 有战争的时候 在中印边界 采取动作干预中国大陆 不过 他就叫这些官员 麻烦你了 想都不用想 把这种想法放在一边 其实我也觉得是 他没有计算过吗 他就说 印度的态度将会十分谨慎 当然 印度可能在外交层面上是会支持美国的 发觉声明也不出奇 我觉得会的 发觉声明而已 甚至 会使美国使用他们在 尼古巴群岛 这个对美国也是有帮助的 但是他就觉得印度 是不会直接有军事协助 或者派遣任何军兰去帮美国抗衷 他就说 印度和中国领土 当然是有争议 但是 很长的边界 在1962年 中印战争 历史记忆之下 他们自己也会考量自己 会依据自身利益作出决策 一定啊 一定考虑自己先 不是有种东西叫价值吗 民主国家来的 为什么 为什么不帮你台湾地区 你说的价值 他们的价值 是左计右计的 他们的价值 不一定代表你的价值 这个芒果佬 很大程度上 你的大国不代表我的大国 芒果佬以前说 我们的价值 另外 这位阿姐也说 美国理解印度的处境 对你没什么期望 不用担心 他认为中美竞争之下 当然 印度 亦都会坐美 虽然没多久之后 就有可能举行 集败会 但未必能够缓解 中美关系其实我觉得 没什么缓解 但是 只是各说各话 起码有沟通 他也说 至少可以做沟通的桥梁 减少双方误票换的可能性 令到竞争 不会变成冲突 Kurtis 现在是新美国 安全中心印太安全计划主任 当然以前他也是 在特朗普年代美国国家安全 会议 南亚企中亚地区的高级 研究余兼主任 另一方面 美国 另一个学者 叫做裴敏恩 是西人 不过他 这个名字是鬼神 就说 全球都高估了中国的科技能力 中美科技 最后一定是美国胜出 这个也不出奇 但是 我们也说过 你胜出如果是惨性 丢失了世界的头把交椅地位 你可不可 不过他也警告 虽然中美两国领导人兵 并不希望立即发生冲突 并且避免冲突符合双方利益 但整体环境大方向 他不乐观 这是他的说法 另外 刚刚说有些价值不一样 原来 印度也公开承认 又买 俄罗斯东西 又买俄罗斯东西 原来他们已经公开承认将 第二 做一个项目叫做 富沙专案的国家全面计划 就致力于是开发 远程防空的系统 那关俄罗斯有什么事 因为他买了俄罗斯的 一些东西去 他说什么 逆向工程 行不行 原来 印度 国防研发 组织 就说 现在我们 要搞一样 就是 要 製造一个系统 这个系统 要打造比S-400更加强的防空系统 原来印度 Made in India 不单止是普通的工业产品 他打算将自己的军工都是Made in India 印度 本地製造 亦希望 可以令到防空系统 都成为本地製造的方面 不过 在短期内行不行 是不行的 他们预计 最初的模型 就是这个防空系统 最初最初 逆向工程就想着 首先买了俄罗斯的S-400系统 买了之后就想着逆向工程 最早什么时候有个初刑 都要200到29年 而按照计划 这个专案 综合的 撥款 其实都很低了25亿美元 当然这款的防空系统 将会模仿俄罗斯的S-400防空系统 采用的战略计划 配备射程150、250、350公里的飞弹 确切地说 现有的9M96导弹 据称射程是120到135公里 400H6DM级 这个东西 就是250公里 而40H6型 就是380公里 所以印度的专家就推测 这个可能是印度持续 采购 更多S-400的 为什么呢 为什么他继续买呢 连美国佬 不高兴他继续买呢 是因为 他想做逆向工程 他有多些才可以做到的 印度和俄罗斯在18年就敲定了 要以55亿美金左右 采购5套系统 后来 就减成2个S 本来是5个团 后来就减成2个S 但澳湖战争之后 其实西方国家就大头制裁俄罗斯 亦都说 你不要再买俄罗斯的东西 结果他采购你的沙芒果 你叫他 你差你这么多 便宜好他一定买的 所以你叫他什么出兵换美 怎样有可能 印度很聰明 现在他买俄罗斯的东西 原来想逆向工程 虽然印度自己制造的 长程防空系统 暂时来说 未及俄罗斯 不过他想偷偷 采购S-400防空系统 然后逆向工程 整出来 如果按照他的规定 就是2028年 就可以自己搞出来 不过 很多印度的专家也说 这个也有点困难 因为整这些东西他们没什么经验 还有 你知道这类规模的 军备出口 传统上 俄罗斯当然知道你会 整逆向工程 他有没有办法令你学不到 没有 你 你正我都正啊 不是你正我都正啊 喝杯粥业请啊 其实 可能俄罗斯也说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弄的呀 使得你学不到 只能用 最后就看看俄方 肯不肯给他这个技术 其实你不如向他买 行不行 当然 俄方是没有明确 表示 要令到军备出口 是令到 这个印度可以学到的 那又是呀 如果学了 你不买 如果便宜的话 你肯定不买 如果你自己制造 便宜那么多你肯定不买 普京大帝也不是傻的 我相信 好 那么今次节目时间 来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 再见 欢迎